这个情景好像发梦一样,实在难以置信 已经封闭了的坟墓竟然打开了 身穿白衣的天使通我们这样说 你要找的主耶祖,祂已经復活了 这件事发生在二千多年前 当时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大家都以为这一个只是偏造出来的故事 日子久了,耶稣復活的事件自然消失 但是在后来,那些一直没胆站出来见证耶稣的人 竟然一个一个走出来见证祂 他们曾经见过这位原本被埋在坟墓里面 但是后来从死里面復活的耶稣 其中一个最令人惊讶的事 莫过于那位不择手段 经常逼迫基督徒的保罗 有一次在他逼迫信徒的过程当中 竟然亲身遇到耶稣跟他说话 后来,他反而成为了 我最热心见证耶稣復活的人 二千年来,有无数的人敢于见证耶稣的復活 因为这一个是一个事实 他们都遇到復活的耶稣 让他们能够跨越死亡 步向永生 生命带来改变 我们可以带着一伙祈祷的心 向耶稣这样祈祷 福国的耶稣说 求你让我遇到你 经历你的真实和大能 因为耶稣曾经说过 祈求就及你门 尋找就尋见 叩门就给他开门 fordi自己们跟他一起买 边路边边边边边 领摩 Al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